门票揣不到教练兜里 为什么要让新疆一场 恭喜辽宁队四笔梁 横扫新疆 拿到了历史上第四个总冠军 同时也是自己的三连冠 终于战成了辽宁队王朝 根据咱们的总设计师 魏美的设计 终于完成了辽宁历史 本场比赛可以说新疆队 也就是用齐同伟当年的一句话说 我太想进步了 我太想赢了 教练都将来发出来 两个技术犯规 差点给杨明都发懵了 辽宁队也是就是这种情况下 整场比较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辽宁队能给新疆拿去 就我跟你讲 就是实力碾压 你中军娱乐豪 你多少次给他多少次机会 你最后都落在他手里 你攻不进 这就是新疆队 你再怎么运转 你这个点 你在组织后卫上这个点 你永远不如赵鸡尾 你永远打不出来 你内线你也限制不住 这样新疆队是没法赢了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今天二四笔人 杨明这也是做事 他从来不给对手留余力 能四笔人解决 他绝对不在四笔一的 很多人说 回去多挣点钱 能挣多少钱 你每年教练拿是固定奖金 球员拿是固定奖金 你能不能打第五场 你能不能说挣多少门票钱 你跟杨明完全发生不了关系 我只拿为奖金 挣钱的俱乐部的事 杨明我能拿冠军 我能给我轻死留名 那就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我们作为竞技比赛 我们不都要鼓励说放不放 本场比赛杨明也是 整场比赛被 整个主场教练裁判 罚的是非常生气 机会 辽阳队发猛了 整个福哥 就这么索退的情况下 最后也是三分打进 有惊无减 说新疆队也是在进攻 只是攻不进 整个跟辽阳队不是一个水平 一到关键时刻就发猛了 最后时刻 辽阳队让多少 主教练被发掉 给多少个技术范围 包括赛基伟 四十秒下就开始庆祝 还送你个三分球 这种情况下你都赢不了 说实话 新疆内心就已经证明自己输了 辽阳队现在这个底运 除了广东 说周琪带两阶支队伍 辽阳队可以说是 现在CBA又是无敌了 本赛季 这阳明也算是完成了 辽宁篮球 辽宁历史 这个壮举 拿到三连贯 建了一个网球球的 再也不是当年 说广东的球连 一喷打 我们就拔压 拔压的 说实话 当年确实 说实话 运气也不好 你碰到八一王朝 碰到广东 那个巅峰 阿联 你包括姚明 马不利 在那 确实是打不过 现在这个时代 是属于辽宁的时代 杨明也算 从他接手后以后 就是在他的 这个精心策划下 在进行这个 这个培养 咱们这些球员 和他的这个带动下 辽宁打出自己诚意 同时也算 打出个人和 天时呢 这个年代 这个时代 咱说中国 咱说整体下降了 也没有什么 球员能跟 辽宁队抗衡了 咱们这个 集团姐 球员又行 最终是 运气又好啊 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 战旗了啊 最终拿下了 这个三连冠 成为CBA历史上 第三次 成立 拿到三连冠 成立这个 王朝球队的 球队 是很大的荣誉 这也没有人 吵吵辽宁 辽宁篮球啊 就是 一直都是亚军的 千年老二 万年老二的 我们终于 也成为了一支 王朝球队 能跟 巴一和广东 这种超级 有历史底应的 强队 我们彻底是 站在同标 起跑线上 咱们一个 非常光荣的 有历史 集团队啊 恭喜 恭喜辽宁 辽宁篮 恭喜 辽宁篮 带了这支 辽宁队 夺下第四个总冠军 作为辽宁人 我们是非常容易的 在整个这个独冠 我们也犯过很多错 也说出了很多批评 不知道辽宁篮 看不看的啊 在此也是希望 多多爆发 说的有时候是不对 说的有时候也是对啊 一些实话 如果你听到 你愿意改就改 不听不着 不愿意 不愿意听 咱就不听啊 有些人喜欢听 别人说些好话 咱有些好话 有些彩虹屁 你愿意听 咱你就去听 对于我们这些主播呢 有些性格不一样 我觉得有些事情 该说什么 看到什么就想说啊 说的对与错 你喜欢听就听 不喜欢听就算了啊 在这里咱也为辽宁篮球 夺得冠军感到高兴啊 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下赛季 争取再打一个冠军 辽宁篮球 永远都是我们 最骄傲的存在